北韓怀疑手中新型肺炎确诊是输入个案 潮中社报道,疑似患者是脱不者 三年前逃到南韩,上星期日潜返北韩开城 当局发现他之后,抽取他的上呼吸道分泌密同血液 经多次反复检查,发现怀疑新型冠状病毒 随即将他彻底隔离 五日内和他有接触的所有人都要做检测和隔离 报道形容开城市的病例有可能造成伪损性的大灾难 领袖金正恩在刚刚的星期五收到汇报后 随即封锁开城区,又在第二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中 宣布开城进入紧急状态,将国家紧急防疫级别提升到最高级 金正恩严厉批评边防地区出现戒备疏漏导致越境事件 破坏过去半年防疫工作 调查后会严情相关边防管核部队 同时强调所有人都应该认真看待目前紧急情况 克服防疫危机,要有忘我的牺牲精神 绝对服从防疫指挥部命令 北韩在一月新型肺炎全球爆发初期 禁止外国游客入境防疫 平壤政府一直对外声称境内零确诊 有线电视机宅,吴景仪报道 过来